4月27日,广东省高三初三学生返校复课,记者实地探访广州南沙的几家学校,了解学校的防疫措施以及返校首日失声的状态。 当日,记者在广州市南沙麒麟中学看到,老师在校门口指引学生按地面标识排队进校, 学生有序通过红外线自动体温检测仪刷脸进行身份验证,提交打印好的碎康码以及开学承诺书给老师后, 使用消毒液进行消毒,按规定路线进入校园。 该校校长黄志远告诉记者,红外线自动体温检测仪让学生快速准确地测温,避免排队时间过长。 随后,记者走进广州市南沙第一中学课堂,学校将原来一个班的学生分配到相邻的两间教室里上课, 采用了老师一边使用智能教学系统,一边在两间教室里来回走动的方式上课。 这堂开学第一课是班会课,老师将疫情防控心理疏导的内容融入其中。 我们在这三个月的线上居家学习的过程当中, 还有我们身具对这个疫情防控的过程当中, 对一些人和事情的一些了解来讲一下, 有哪些感人或是难忘的时刻,给大家分享一下。 中午就餐时间,记者在食堂看到, 学校已将餐桌用隔板隔开,让学生对号入座,实现学生之间无接触就餐。 同时,学校还启用了智慧食安云平台, 对食堂后厨及学生就餐情况进行直播。 学生家长可以在手机移动端云监督食堂打厅, 打菜窗口,后厨等区域的实时情况。 疫情期间有两个维度,一个是食品安全的情况, 这个是我们市场监控,我们主要关心的一个地方, 主要监管的地方。 那么食品监控就会及时地让我们查看到后厨的, 后面厨房的加工情况, 例如他们的食材加工人员有没有戴口罩。 那同时,第二个维度呢,根据这个疫情需要呢, 这个监控在我们的就站场所也有设想监控, 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学生有没有按照学校的要求来就座, 达到符合这个规范的要求。 通过逐人摔查,错峰返校,一米安全距离, 分散住宿,分班教学,单人就餐等等一系列防控措施, 同学们也可以放心地开启特殊时期新学期的校园生活。 我们学校的体育老师为我们每一个同学都有一个体育健康表, 这个就是规定我们每一天就是有一些适当的体育运动, 帮助我们增强体质,以免上学就是接受不了学校的座席规律。 作为一个学生来讲,一开始是有一些不理解, 因为觉得很麻烦,但是到了学校之后, 看到那么就是,还有包括四个阿姨也在为我们服务, 为了这个规则,为了让我们大家的安全, 就做很多工作,就是我是觉得很暖心, 然后也一开始那种觉得麻烦,就已经消失不见了, 感觉每个人都做好自己,包括我刚刚进教室也有测停, 这样保证大家的安全,也保证我的安全, 大家就很快乐地一起学习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